另外還有聽說 曾福晴某某老師 要怎麼避充到菌跟菌 這個東西 通常 它最麻煩的就是 你這個圓菌你怎麼去把它篩選出來 所以你如果說這步你要把它挑過人過 你自己想要去避充 其實你會可以去用乾淨的沙 比較刷一種 當然我們在專業在栽培的時候 它不是用沙子 因為刷比較沒那麼好做 它太重太重了 所以它比較沒人比較難控制 那麼它要命菌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很多在這種專業在生產的時候 那麼會用一種 有的叫做阿泰母石 阿泰母石 那麼這種東西 如果說阿泰母石 你可能不知道是什麼樣子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但是這種東西是什麼呢 這種東西叫做貓沙 鳥在磅瀉一種 也是一種 一個公法叫做凹凸磅土 這種的一個所謂凹凸磅土的性分 這是一個美女細酸鹽的 這種黏土的礦物 所以這大概是這樣的 所以這種就是我們很多很多在過濾 在做過濾 在做這個 比如說像我們有的在說白土 白土其實應該是叫做這個 通常是這個高凌土 這類的大概和這個都是一樣 那麼這種大概是這個很多 那麼這種東西 這 他提 他的一個叫做美女細酸 應該是這個東西 沒錯 美女細酸鹽的一個黏土礦物 這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 不過 現在目前就是在 國際上 他的這種 比較有開採意義的 這個 中國大陸 這個美國西班牙 土耳其 印度也有 印度比較少 那麼這個 什麼吉爾吉斯 哈薩克 所以很多 我覺得我們台灣人有的 有夠厲害 那麼去哈薩克 去哈薩克進口 因為 你如果是跟他說 叫做凹凸磅土 就沒錢了 那個一噸才幾塊錢 你給他蒸作一包一包 給你貓沙 那麼 一包現在大概就是 五公斤大概就三四百塊 一種東西 他的吸水能力很好 所以牛仔 在上面 他會去把他 現在 放篩放酒 他的東西 他就會 他的吸水 夾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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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這個東西 就一碟一碟一碟 你把它掃起來 因為那些東西都給他 蓋在土管上 所以你家裡 就不會有那個錯位 沒有那個牛仔的一種 這個草味 所以 小人在說的 這個牛仔 這個牛仔 牛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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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糞便 是很有黏性 這種東西 就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這種東西 就是 這個凹凸 磅土 這個東西 是這樣的 有的說 怎麼會取這麼奇怪的 這個 怎麼會取這麼奇怪的名字 那麼 這個 其實它是從英文 從英文的名字 去把它 這個翻譯出來的 大概 所以我們很多的 叫做凹凸磅土 這個東西 是這樣的 這個大陸是這樣說的 在我們台灣 直接叫做阿泰姆斯 這是一種的 翻譯的這個名稱 好 那麼它在專業在生產 它會用這種東西 我們是讓你這個 比較難拿 你現在的貓沙 都有加香料 有加什麼 有的 所以你沒辦法去買到 純粹的 這種 無天然添加 有的又加什麼 木屑加什麼 你拿來做這個 這個 這個 菌根菌的培養 就比較不方便 所以最簡單 就是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 那麼用 這個 大概用一個盆子 30公分深 這盆子 差不多一小 那麼一小 盆子 你把他 這個 底刷 那些刷 最好就是 先把他 插刷 不能太過頭 那麼這個 給他曬太陽 噴噴噴噴噴噴噴 算日光消毒 那麼 近景台延在做 他們是用高溫 去把他的刷 先把他消毒 那麼 這個 整個盆子裡 整個盆子裡 你這個 反賣 你可以用 血盤育苗 你去買 你不可以去買 那種什麼 甜育苗 什麼 最醜用的 什麼 最醜用 就是我們這種 切割的米 還是這個 治療米 反正呢 越用的這種 越壓越好 因為我們沒有要收完買 那麼 然後呢 你這個 用血盤疫苗 血盤裡面 我們是不是 用這個 皮膚頭 皮膚頭你含 這個 菌根菌 跟我們原地 就是說 一包皮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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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公斤的 一個菌根菌 你可以把 因為你現在是 要生產 以生產 菌根菌為目的 那麼你就可以把這個 用比較多 就是菌根菌 多用一些 皮膚頭 用去 這個 菌根菌去賣 賣 這個菌根菌 要撒撒撒撒 撒撒 皮膚頭 翻賣 Cheers,ip 盡量 反賣 反賣 往爽 刺 但是呢就是這樣 要死也不吃死也就好了 就是說他 給他不可以大胸大腸 就這樣 很可的 但是有一點點 一定要有水分給他 一點點點水分 沒有什麼肥分 他現在正根菌呢 在這個 沿繁買去共産 那個所在沒有什麼肥分 我們給他一點點 這個肥就好了 這種肥用平均肥 薄薄一點點給他 但是你一定要等他 有發起來之後 你去給他 放一點點這個肥 不可以讓他大得很大腸 這 尤其你選到的肥分 盡量就是說 就給他一點尿素就好了 一點點就給他 臨沒有沒關係 這 給他盡量 因為他沒有 環境裡面沒有什麼臨 所以 你用比較低的 就給他很低的這個臨 這 菌根菌就會發揮他的作用 現在你給他放肥大 其實這個放肥不大 這個 他就這樣要死 不僅死 這樣 謝謝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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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呢 有一點水 有乾 不可以讓他流 但是絕對不可以讓他 水太多 在乾旱 極度惡劣 這個環境 第4月 你先進去 自從 它能搭去 它搭去 它那個筋就生了很多鑽根筋 你把它掛掉 這個環花上面的環花拿掉 那個筋鑽根筋都掉在這個筋裡面 你那個筋要把它留在營 如果說靈港那些刷裡面 就有染到這個鑽根筋 這是一個在生產上目前 目前就是說所有的 全世界在生產鑽根筋的大概都是這部的 現在你有聽到一種叫做器物根 就是說它也是一樣環花 一般都是用合本科的 那麼環花因為你如果是做器物根 它的環花比較難處理 因為比較大張 所以他們通常會用槽 用一些像地攤槽 是什麼樣 那麼用一種的器物跟一個性善 那麼它也是材料 讓它先接種這個鑽根筋 然後它把它噴 它讓它噴霧 在筋的附近有鑽根筋 讓它維持一個濕度 沒有種在土壳 這種的濃度會比較高 但是它這個鑽根筋 要把它拿出來比較難拿出來 所以這有一點點的這個 這個技術 所以這 是比較新 就是說用這個器物根 但是 目前來說 真的在這種 這個 實際應用 就是說商業生產裡面 真的用器物根的一個方釋 器物根栽培的一個方釋 來把它培用鑽根鑽 我也知道有在研究 但是好像都沒有很成功 就是說 確實沒有那麼好 這個 沒有那麼好水 所以呢 理論上是可以做得到 但是呢 在這個實際生產上 很難去控制 所以呢 目前當然有用這種 就是說你會去聽 會聽到有這些 這種用法 這個通常 那麼在這方面有很多這個研究 有很多這方面的這個研究 但是 目前就是說 是這個上 是這個上的 來給它利用這種的 這個這個 真的商業化的這個生產 其實 這個不太多 目前是這種的這個經驗 這可以來給它培用 但是呢 在 要把它拿下來的時候 有一定的這個難度 所以 目前這個器物跟的這個這個生產呢 都是去培用什麼為主呢 培用這個圓菌 比如說我給它培用 騎了一段時間 這個東西這個菌數比較多 這個菌數比較多 它不能不能夠很容易保存 它像我們用這個 環北這種乾式的這個 紗床生產的這種方式 這種的這個生產 它可以保存比較久 但是它的菌數比較不穩定 似乎跟這個 它感覺上菌數穩定 但是它沒有保存 它的保存的這個期間很低 還有一個就是說 它也很不穩定 就是說 雖然菌數穩定 但是呢 它的保存的時間很低 那麼有時候你 就變成呢 它有另外一種的這個風險 這很難去放 那麼目前是有這種的這個情形 所以大體上 現在目前在這個 菌根菌的這個生產呢 大概是有這兩種的這個 這種生產的這個技術 所以目前大概最普通 應該都是這個 沙庚 就是說我們說的 傳統沙庚的這個方式 來幫它這個 做一個這個培養 這個效果呢 算它不是很難 但是它的這個效率很好 這個效率很好 那麼最重要的這個地方就是說 你用這個沙庚的方式的 它很好操作 那麼東西出來 很容易商品化 所以目前大概是這樣在做 你也可以 這裡面當然還有一些 美美的角角 這沒辦法說得很清楚 你去做了 你才會知道 它會有哪些困難 在這個裡面 所以你如果有興趣 你也可以來做看看 不一定 像這次我們買過的時候 我們聽說朋友做那個黑將軍 哇那真的是 那不是我在 我在耳朵 這真的是比工 沒什麼工廠 不然比較知道 人家本來就專業 他以前就在做國包 所以是 因為他有做這個 國包的一個情形 所以做太空包 我們建構的一種 國包的一個經驗 所以他來做這個黑將軍 的時候 這有夠專業 做出來那個平靜的 這個上當的一個好 那麼很多就是說 這個做出來 這個真的 我那天就跟他說 你可以做來買 這個絕對是 有這種實力 這種東西都是這樣 就是說 比如說像我們這個 三更這種方針 這都熟能生巧 比如說像工廠 我們大概用了六年的時間 就是說 他開始接觸到這種 鑽根鑽 開始接種 開始去行善 就這個原理都一樣 剛才我告訴你 這個圖 完全說了 都是陰謀陰謀的這個東西 但是呢 到他可以行善穩定 到開始覺得有一點把握 可以商品化來 這個銷售的時候 那麼這個六年 就已經過去了一個小孩 從生下來 到念小學一年級了 所以這就是一個這個 過程 因為這裏 你如果是要做商品化 你自己要用不差 大概這個原理呢 你可以去 去來給他掌握 所以 但是你如果是要商品化 那麼便做 你什麼時候 有辦法在很長時間 吃東西做出來 那麼其實 原理掌握住 沒有太多的這個困難 但是困難都總是會有 你自己要 玩 如果是這個困難遇到 我們就遇到 再解決就好了 沒有什麼太大的這個 沒什麼問題 基本上是這樣的經驗